虽然房屋保险是每个家庭 每一年必须要支付的一笔开支 但需要如何来节省保费呢 东森新管特别联手华星保险 由汽车房屋保险顾问深入说明 C 把支付额提高 D 维护好您的家园 答案是C 把支付额给提高 相信我们这个加州的工资在上涨 税也在涨 很多的精明消费者 拿到这个续保的保单之后 就赶紧做这个货币三家 去做一个比较 但是呢 比较最后保费虽然省了 可是这个保额的部分呢 也一向一样的这个往下降了 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给一些比较好的建议了 如果说可以的话 把您的这个房子跟车子 都保在同一家公司的话 你会有一个多保单折扣 房子部分你可以省到 高达18%或者是以上 你的车子部分 也可以同样享有一样的折扣 那之外的话呢 如果说本身你有这个 这个投保这个保安公司 做这个防盗的系统的话 不管是你是防火的 防盗的或是都有的话 只要你的防 这个盗的公司 可以提供一张证书给您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个交给保险公司 然后享有高达10%或者是以上的折扣 那我们再来谈自负的部分 自负的其实多数以房子保险来讲 都是这个1000或是2500块钱的 这个在这两者之间再去做比较 可是有些消费者的 他们觉得说 这个自负可以到5000甚至到1万 这么高的这个额度 我觉得会需要跟你的经纪人 好好地讨论一下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自负变成5000或者是1万的话 你的保费恐怕一年只省个 100到200块钱而已 那最后就是你这个家园的部分 维护好家园 才能真正地让你省到这个保费 避免这个claim的发生情况的话 才是真正地呢 在让你每一年续保的时候 都比较安心 不会被一直被涨价而做困扰的 稳战加州亚裔市场当中 规模最大的全方位 保险经纪公司华星保险 华星制作新系列报道 下一集将会继续来探讨 汽车房屋保险 欢迎观众朋友敬请锁定